在美國時間6月27日在他們東部的時間 晚上9時直播 主場是CNN 即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大家知道CNN都是美國基本上是靠民主黨方面 比較傾向明確的一個美國的大電視網絡 CNN當然也是世界知名的 在8964的時候他們即場報導 這次主持第一場美國總統電視辯論 維持90分鐘 結果CNN自己做的即場民調的結果 這個叫做fresh poll result 即場的民調結果 即是訪問觀眾對於這場剛剛過了的電視辯論 大家的評分 你以為誰最好 兩個只能夠一個最好一個就沒有那麼好 結果67%說是特朗普 33%說是拜登 換言之特朗普今次以大比數勝出 即是贏超過三分之二 67%多過三分之二 拜登就是慘敗 33% 這個電視辯論的表現 雖然是第一場 事實上 就是下一場 都會在九月會再開展的 就是第二場 但是民主黨人 已經是相當之 今次不安定了 就是覺得很麻煩了 因為拜登的表現實在是不如人意 Lily沒有辦法 不單止令到民主黨後面那些大佬 以至到競選的團隊 覺得深圳 不是香港旁邊的那個深圳 而心裡很不踏實 就是大件事了 就是民主黨 從今場電視辯論看到 會輸了11月的總統大選 因為比數拉得太大 而特朗普 表現是比我們預期的表現是好 而且是因為改了那個電視辯論的規矩 就是說人家在說的時候 對方的麥克風就關掉了 以及也不可以插嘴 不可以打斷人家的話柄 這個情況之下反而約束了特朗普 就突出了特朗普說話的清晰 和辯論的技巧 以至到內容方面的表達 是遠遠勝過這個拜登 拜登就被人感覺到 即是說句俗話說 有很多時間是癡癡呆 另外呢 詞不達意 好像他大佬突然間斷線 要有些dead air出現 但是特朗普從9月分鐘內 從來沒有這些老人癡呆的徵兆 或者是被人感覺到好像不太好 好像精神狀態 不能夠讓人感覺到他 喂你拿裝了快要四年了 如果再選你再搞四年 就是叫美國人民集體虐待老人 虐待你這個拜登長者 所以看來選民有測忍之心 可能叫拜登不要這樣搞了 就是選你出來 就是叫美國人集體虐待你 有很多選民覺得 都夠了 80多歲了 過了80歲了 再做下去之後 你會給了86歲才退休 哇 就是美國 可能造成了世界 這個參政史上 最年老 就是民選總統退休的年紀 美國人覺得不好 當然最重要 是拜登不能夠符合選民的期望 這年 這個是公關上 民主黨這次的策略失分 拜登是沒有辦法在形象上 說服到 不要說內容 形象上說服到選民 拜登再坐四年 沒有問題 做不到 完敗 拜登完敗 是 沒錯 兩位候選人在經濟、新席權 還有移民、外交等等問題上 是針鋒相對的 兩個人的意見都是不同的 中間的選民 本來是搖搖擺擺的 一陣子左一陣子右 就連這個中間的選民 都是不滿意這個拜登的表現的 在辯論一開始 拜登這個聲音又沙啞 精神又不佳 儘管這個白宮是 表示拜登這幾天 一直是有感冒的症狀 但是仍然加極了部分選民 遙遙擺擺擺的選民 對他的 就是拜登剛才都說了 他的年齡已經超過80歲了 是非常擔憂的 是啊 拜登的確呢 一開始的時候 講話沒有聲量 講話 你只要辯論 一定要 叫做 有氣勢 有氣勢 第二 要發聲 你內容沒聽到 你聲音要先到 但是他居然就是沙啞 中氣 我們叫做 香港人叫做中氣不足 就是他太老了 第二 白宮發言人 當然是他的團隊說 他有些感冒 這些 喂 不是成為理由的 你明明知道這場是 重要的辯論 開波第一場 一定是要先聲奪人的 這個就是失敗了 也是一個 命運講給民主黨 可能就是要 美國選民是想換人 拜登臨場表現不佳 再加上他的反應 和對特朗普 那種咄咄逼人 他有時招架佛力 和不能夠馬上回擊對方 在很多方面 特朗普就反而 有些氣定神閒 反而就不會 就是好像上次 2016年那次 就被人感覺到 特朗普好像 不讓人說話 好像很霸道 好像很橫漫 咦? 今次CNN 改了一個辯論的規矩之後 反而益了特朗普 是 收了他的聲 不讓他去搗亂 咦? 選民的印象 反而對特朗普好很多 從上次剛剛反過來 這個就是 阿Lily 是不是那些左媒 奸有奸疏 是啊 左媒都 CNN可能都變態 是不是? 就是轉態 轉態 就是 未必轉態的 但是 他們嚴格來說 他們提問 他們兩個主持人 都是 我覺得 達到他們 作為一個辯論的主持 我都會給他們75分 因為 就算 阿Lily 轉了場 假如轉到Fox News 比較傾向保守右派的新聞網絡 我覺得他們問的問題 跟CNN的問題 不會相差 超過百分之十 都是這樣問題 只不過次序可能會有不同 這方面 選民是要關心的 任何辯論主持都應該提出 而CNN今次提出的問題 雖然有些是好像 表面上對特朗普很不利的 說你官司前身 說你什麼醜聞 你自己好像前言不對後語 表面上好像很有利於民主黨 但是偏偏就是 給特朗普有得發揮 還有它是 令到自己 那個說服力強了很多 這次辯論的次序 大家就看到 國內的問題是優先的 首先當然是經濟 當然是民生 通脹 然後就墮胎 這些都是正路的 所有辯論 在總統辯論裡面 你不能夠脫離這些話題 跟著也有移民問題 當然這個是特朗普 嘩 是我的強項來的 特別是邊境的 那個邊境的 就是那個防止非法移民進入的圍場 就是防止在墨美墨邊境的圍場 特朗普一路就不斷去追打這個拜登 是你 搞到數百萬的非法移民走進來 搗亂了我們那些西班牙裔和我們那些非洲裔的國民 他們的生活也帶來很多社會治安的隱患 是你拜登做出移民犯罪 他為什麼說移民犯罪呢? 特朗普說 你怎麼進來的那些人 有些犯罪分子 黑社會 都不知道在哪裡捐出來的 甚至有些精神狀態有些有問題的人 他們就利用 你不斷鬆手 不斷鬆張 等他們進來 搞到我們的經濟 邊境不勝負荷 所以很多州 將那些非法移民送去紐約 送去民主黨的那些州 就是他在這個問題上 就是追打拜登 追打得很厲害 我相信這個問題也很得分的 特朗普 接著說了移民 又說俄乎戰爭 又說到北約美國的位 佔美國的角色 當然不會漏了以色列 和哈馬斯 這場西亞的地區戰爭 當然更加不會漏了 2021年1月6日 國會山莊那個 所謂暴動案 特朗普就始終堅持 2021年1月6日 衝入國會的那些是愛國者 他們是要守衛 要守護這個美國民主制度 他們都說明 如果他當選 他會特赦這班已經被定罪的人 也都說到兩個人都互相攻擊 當然也都說到特朗普的風化案 風化案本來就不是他的法庭的重心 只不過他要掩口費 是利用了法庭 檢控當局 說他利用了競選經費 是不適當運用競選經費 去做這個叫做Stormy Daniels的一個封口費 拜登就以為自己得分 就說 他捉住特朗普 你在你老婆大肚子的時候 你和色情片的女星上床 你想暗示你道德敗壞 特朗普就很生氣 立刻反駁 我沒有和那個色情女星發生性關係 是他整股我 我當時是在我準備參選的時候 要弄到我 就是醜化我 所以我要解決這件事 那麼 特朗普就說 你呀 你才是美國最難最難的總統 有史以來最難的總統 就是你任內 搞到美國現在 在世界面前 美國丟了架 他甚至說 習近平都看不起你 當然最要命的 特朗普說 拜登就是看不起你 不是拜登 普京就是看不起你拜登 所以就在2022年 揮軍進入瓦蘭 就是侵略瓦蘭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 對上那一年 你在阿富汗撤軍 你特朗普 搞到美國很醜 很狼狽 就是完全不像一個美國 強國的一個位置 所以普京看不起你 覺得你窩囊 才揮軍入侵烏蘭 明知道你是廢料來的了 這一下呢 其實在選民心目中 特朗普是擊中要害的 當然 普京入侵烏蘭 是不是因為 阿富汗 拜登主持下 撤軍撤到呢 很狠狠 是不是這樣的直接原因 沒得考究 但是 那個時間上 只不過是差半年多些 特朗普這樣來攻擊拜登呢 是令很多選民 就是有一種愛國之心 是覺得拜登那次 是的確部署失當的 在阿富汗撤軍 當然 兩個人呢 就繼續在下半場 又有通脹啊 又 特朗普簡直是批評 你拜登啊 你搞什麼新能源啊 其實是New Green Scam 是新綠色的騙局來的 搞到密咖啡漲 又將那些 傳統那些燒煤啊 那些發電廠 要蓋旗啊 然後就要推那些什麼 風能啊 太陽能啊 搞到美國呢 通脹 當然通脹呢 實際上因為 普京侵略烏蘭 所引起全世界的通脹 美國是首要的 被衝擊的國家 那麼拜登就反而就批評特朗普 說特朗普你處理疫情不當啊 搞到經濟直線下滑啊 搞到通火膨脹 你交個美國的經濟給我 我現在就搞得很好了 接著就 特朗普也都說 拜登你就是Manchuria 在美國社會這句說話呢 就是說 你是被中共勢力收賣操重 接著就說 你兒子收中共的錢 你兒子犯罪啊 你拜登也都犯罪啊 兩個人就互相指責對方 是criminal 是罪犯 罪犯就是 醜化他們 你們都是要坐牢的了 這個被人感覺到特朗普呢 是朝朝都拿命 實際上是十分之應力的 使得拜登因為他老得來 就是沒有辦法招架得很好 這個是事實被人看到 拜登呢 那個能力呢 是有一種信心上的打擊 所以就 一些觀眾民調就輸了 輸了很多啊 現在特朗普贏 現在在CNN自己做的 即時的民調 就是說他電視辯論 誰贏家呢 67人說是特朗普贏呢 那已經 已經有這個美國的知名選舉數據分析師 叫做Nadith Silver 就公佈最新的預測 說特朗普可能會在11月大選勝出 他的理據就說 他猜測特朗普會在選舉人團票裡面 獲勝機率是65.7% 平均可以拿到287.2張選舉人票 超過勝選所需要的270張 而拜登在選舉人票的勝選機率只有33.7% 咦 很像他們電視辯論的比例啊 啊 都是六十幾比三十幾 那是不是真是 真是 拜登這次會 兵敗如山倒呢 是啊 是啊 有可能 因為呢 不僅僅這個中間的選民 左右擺 他的選民就不滿意這個拜登 那一些民主派的黨人 就是民主黨的 也都是不滿意這個拜登的表現的 就是使得呢 這個拜登呢 就是現在的 就是他的地位呢 就很尷尬啦 就是又電不過這個特朗普 是啊 是啊 那麼現在有網上傳聞呢 就說民主黨可能 震前換人了 可能換人 那會換誰呢 那會換誰呢 現在呢 就一直這幾個月的猜測呢 就可能換回奧巴馬夫人 Michelle出來 是傳聞來的 傳聞來的 不是最後決定 因為 如果你第一場電視辯論的比數 跟特朗普不是五五波 也都不是六四波 而是六十七對三十三呢 就應該 下未來的幾個月 差得太遠了 沒有辦法力反狂難的了 是唯有換人才有機會 就是攀回這個已成的敗局 這方面是跟最近歐洲議會選舉 那個趨勢都吻合的 右派的那些候選人呢 往往都會得到更多選民 就是喜歡 當然歐洲議會 就不是右派一面倒贏 而是他們在議會的席位 不斷上升 變成了 一就是最大的反對黨 一就是最大的造王者 就是他們變成可能第三勢力 可以輔助一些台上的人 就是要靠他們去拉票 在美國已經一路傳 今年都是右派回朝的年份 今年你看看印度 莫迪 印度大選 莫迪也是連任 他也是屬於印度中間向右的民粹主義的一些政黨領導人 現在特朗普很明顯是美國右派是屬於民粹式的 就是一路很迎合選民的喜好 還有很能夠在選民裡面造成了一種風潮 就是好像擁護他 好像當他是神那樣拜的那些 就是有一些粉絲有鐵粉的 特朗普在這方面 今年是看來他是動員到那些鐵粉 令到不會險勝 而是應該是大勝的機率是很高的 Lily 這個共和黨的參議員 叫做馬克勞比奧 他都表示 他認為在第一場辯論之後 越來越多的美國人 就更加喜歡這個川普 認為特朗普擔任總統的時候 他們的生活是更加好的 就是他們就喜歡這個特朗普 是啊 是啊 唉 共和黨裡面那些人當然是撐牆 當然是乘機 押路捧路勢 希望鞏固他在民間的聲望 看一下這個 裡面辯論有些關鍵的地方 都值得大家一些片段分享一下的 特朗普在面對 偶爾出現了 腦筋突然間 即是鎖了 即是表情很困惑 還有眼睛沒有神的拜登呢 幾次都是質疑拜登的身心健康 這些真是拜登的弱點來的 特朗普就挑戰拜登說 喂 我參加了兩次的認知測試 即是測一下你是不是痴呆 你們都知道了 我都通過了 而且是已經全世界都知道 但是你拜登一次都沒有做過 我都希望你做一次 只是一次 簡單一次 測試你的認知能力 這句拜登不敢應戰 是啊 他是不是不敢做啊 因為他一做就全世界都知道了 如果他不做好像大家都不知道 他不做呢 不做大家都不會不知道 但是這次在台上你的表現 和你做不做有什麼分別呢 你台上的表現就是被人知道了 你是不行了 而起碼你的反應 一個81歲的拜登 現在78歲的特朗普 你看到特朗普 就是好像老虎都可以打死幾隻的人 起碼你感覺上 是啊 他雖然78歲而已 但是他從來都沒有顯示到他是老人 大家都也都不當他是老一輩 就是當他是年輕那種 就是好像朋友那樣 大家都叫他做特朗普 但是這個拜登又不是一樣 拜登大家就覺得他是一個老人 就會這樣去形容他 是啊 所以差得很遠 雖然是78歲 但是很年輕 還是頭腦各方面都很靈活 真的不會覺得他是老人 是啊 感覺到他精力真的好像無限的 還有精力當然 其實他第一任 特朗普第一任大家都看到 他罵人 他罵人 被他罵了 我想你整年都得不抬尾頭 就是他罵人那種款 但是 拜登就覺得你不用被人罵 你拜登自己都得不抬尾頭 拜登自己沒有被人罵 自己都被人感覺到 喂 真的阿伯 你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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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被人感覺到 不要再做多四年 你再做多四個月 做完今間 我都覺得你很擔心 你現在還有四五個月 就是結束這個任期 只能去到 明年一月 拜登是這方面的公關 是大災難 最後最後 辯論的尾聲 特朗普 真是神來之筆 他說 打高月夫球 他說 有關他健康的答問 我非常健康 我剛剛贏了兩個高球的 球會的冠軍 拜登認戰 特朗普就說 我贏了冠軍 凡你贏了冠軍 你要很聰明 第二 你要把球 要擊得很遠 接著就說 我單挑你 我猜你的球 打出去都過不了五十馬 特朗普還說 我的狀態跟好幾年前一樣 這麼好 這麼fit 拜登就不甘示弱 就說自己在高球的表現非常出色 我都很樂意來一場 我做副總統的時候 我那個handicap 就是那個叫差點 是降至六 趕到你這裡 這個差點就是打高球的時候 衡量球員的球技 差點越低 就表示球技越好 特朗普就立刻在笑他 差點就是六 恃之以鼻 是呀 我曾經看過你揮桿 我知道你揮桿 就是藐視你 你走開邊 接著就說 特朗普說 我們不要像小孩子一樣 拜登就說 你就是小孩子 這兩個老人家 一個78歲 一個81歲 來到這裡 變了尾聲 就是拜登 完全是被特朗普禁止來打 只是說高球都被人禁止來打 所以 特朗普是有辦法的 他在那個臨場應變 和他的準備 雖然 有些人批評特朗普在辯論裡面 今次第一場辯論 電視辯論 是經常都跑題 明明主持人在問他A 他就一直在說 在那裡回應拜登 對上那次 就是一分鐘前那些 一直追著來 去澄清啊 去拼他 就對於主持人 新問的問題 就自主不理 以至於主持人 要追問兩次他才回答 最關鍵的問題就是 也差不多在下半場 臨近尾的時候 其中一個CNN主持人說 我想問一下總統先生 因為特朗普是前總統 11月大選 你能不能夠保證 不論結果是誰勝出 你都會承認賽果 拜登第一次跑題 不會回應 慢著說 拜登之前那些東西 在那裡拼他 第二次 我給你45秒 總統先生 你 剛才我問的問題 你是會不會保證 選舉結果是誰勝出都好 你都會承認賽果 都沒有說 到第三次 我再給你答一次 特朗普現在才說 如果比賽是公平 整個過程是公平 我會承認 暗示 上次不公平 中間有人做手腳 這個問題 CNN是一定要問的 你會不會像上次那樣 輸打贏要 特朗普也只能夠這樣回答 這個就是 但是他要別人追問才回答 就是說他不是很想在那裡糾纏 再拉回他上至1月6日 被民主黨在那裡說他 一直在煽動群眾 去不承認的賽果 就說這個比賽 就是上次2020年那個大選結果 是舞弊 是有造票 拜登都不甘示弱的 之前就說 是啊 全國沒有一個法庭 說上次大選結果 是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是不能夠接受 沒有一個法庭的 無論你看一下州 你看一下聯邦法院 沒有一個法庭 你去入稟的 他認為你所投訴的 就是選舉舞弊 成立沒有一個 那就不是沒有一個的 只不過就不是 致命性說 上次賽果是不能夠接受 沒有一個法庭是真的 要不然拜登也不會坐在台上 那當然 無論怎樣也好 大家都對上次賽果 拜登也做了幾年 最重要就是你做過什麼 就不是你再去追究上次 因為 米爾成催 現在就只能夠看著未來 選民 上次 是有很大爭論 但是今次 你找些什麼人出來 是保住我們的荷包 美國選民說 讓我們生活過得好些 讓我們收入多些 讓我們安全些 讓我們在世界上 讓美國這個國家的形象更加穩固 這個就是美國選民最關心 首先關心荷包 對 沒錯 我想問一下 學生 就是說 為什麼在美國 他不學一下台灣的 點票的形式 非常 又快速 又公開 公平公正 人手點 都非常快 而且 就不能作弊的 因為是有無數個鏡頭 在那裡盯著的 全世界在那裡看著 他點票 每一張票 每一張都要展示出來的 是寫著 是選誰就是誰 不能作弊 就是美國為什麼不學一下這個呢? 美國不學 主要他們相信科技 迷信科技 覺得電腦點票是最快的 當然 電腦點票 那個點票機 其實是要經過 民主黨、共和黨 他們的競選團隊去檢驗的 你不能夠說 這個點票機 是不妥的 如果不妥的話 共和黨的競選團隊是有權要求 過了它 但是兩個黨 都是認可的 所以正分下來 剛才Lily說 為何不學台灣人手點票 人手點票 是時間要久 還有美國的選民數量 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口 選民都是一千多萬 喂 美國 八千萬 是台灣的七倍 至少 包括美國的選舉 它是有不同的時區 台灣只有一個時區 美國好像有三四個時區以上 投票在東部都差不多未投完 東部投完差不多要揭曉的時候 西部 以至到去到西岸 都還沒有開始投票 是吧 它時區多 所以 這個人手點票 就是 暫時他們不會考慮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們為何有這麼多郵寄選票 上次就說疫情 不能出街 要防疫 今年沒有了 那些郵寄選票應該減少 還有有些是美國在海外駐軍 他們都是要郵寄選票 但是有什麼鬼票 現在 互聯網這麼方便 網上投票 為什麼美國人號稱世界單一超強 在投票那個數票那裡 為什麼不能夠用電子票呢 手機這麼方便 是吧 Lily你說得對 人手當然 小的地方 就行得通 在美國這個時區這麼多 也許真的人手點票 可能會搞到 整個月都沒有人數好票出來 不出奇 你知道美國人的效率 他們去超市買東西 普通的加減都要按計數機的 他們不會搞心算的 不會搞諸心算的 一加一 一加一 二加三都要按計數 他們手指要按機的 所以 唉 你不要看到美國人 這麼高明 美國人 當然 他們數學安眠 真的 沒有得比 沒有得比 最重要就是兩個黨 去鑑定它的數票機 點票機 整個電腦系統 兩個黨都有得事前 在投票之前 去確定要簽名的 這是一個選舉委員會的 所以這方面 你說它網上作弊 有機會 但是不能夠形成一個很系統性的全面作弊 令到弱勢那邊都可以勝出 這個就是比較難的 這個始終 你是一個開放社會 有公民社會 也都有傳媒 有很全面的覆蓋去監察這些選舉的過程 而且有這麼多閉路電視看著 是吧 所以 希望今年的數票的爭論少一點 最重要就是美國選民 是不是認為選票去數票的時候有問題 如果美國選民都覺得 數票的時候有問題 就是我說是不分政黨 這個選舉就真的有事了 但是現在不是的 現在美國人對於他們的選票 去數票的機制 他們覺得兩個政黨的團隊都認可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會出現了 這麼不可靠的 就是叫做欺騙欺詐的情況 可不可以好像香港議會那樣 就是說在電子投票方面努力一下呢? 美國 我們當然希望他們可以 就是開始網上 就是手機投票 甚至網上投票不一定是手機的 就是美國的科技來說 網上的手機當然最理想 如果不是手機的話 是在桌上電腦 iPad都可以投票的話 當然最好 不過美國人可能擔心 會給一些俄羅斯 中共那些 國家級的黑客 會搞彎他們的選舉 不過可以混合式 網上實體投票也有 網上實體投票也有 網上也有 可以兩夾的 美國真的要下一次 大選真的要想想 今屆可能來不及的了 嗯 嗯 嗯 就是最新的那個 就是下台的就是李尚福 還有他對上的房長 都是被商開 還要接受軍發審訊 這個情況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 中共的軍隊的領導層出了什麼事 新華社就這麼說 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 就審議並且通過了 開除魏鳳和和李尚福的黨籍 和宗旨兩個人在黨內的二十大代表之隔 之前這兩個人已經被中央軍委開除了軍籍 黨籍軍籍都開除了 又取消了火箭軍上將和陸軍上將的軍閒 官方就說魏鳳和涉嫌受賄 嚴重違反廉潔的紀律 而剛剛去年八月之後落馬的李尚福 就是除了受賄之外 還涉嫌行賄 那就很奇特了 兩個房長都這麼貪 中共就無官不貪 但是解放軍裡面賣官捉著 賣著已經是常態 已經是歷史悠久了 也不是最近幾年 是最近幾十年 甚至相信在毛澤東死了之後 他們那些軍中裡面 大家用錢買回一個職位 在軍中的職位 甚至軍閒 即是上將、中將、少將 全部都有價 我在網上都見過價目表 不知真還是假 即是他們能夠坐上高位 經過很多錢 層層去賄賂 這不是問題 不是說這樣是對的 我沒有這個意思 而是既然無官不貪 習近平自己都不算乾淨 美國都揭出來 你自己都有至少七億美金的私人財產 不過由你的家族、親戚 是幫你看著 最關鍵就是魏鳳和 魏鳳和是在去年三月 兩會當時卸任國防部長 接著還沒有在媒體露面 當時已經有消息傳 他是被中紀委調查 但是今年五月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 前副委員長 烏雲其木格的葬禮上 就出現魏鳳和和其他人一起聯名送的花圈 於是有些人就說魏鳳和過關了 好不到在今年七月 即是下個月召開的三宗朝夕之前 就傳來魏鳳和落馬消息 李尚福是去年八月消失了的 在李尚福消失之前兩個月 去年六月二十五日 就是當時的外長秦剛 是跟俄羅斯副外長見面之後 然後整個人是人間蒸發了 被人感覺到兩個前房長 再加上一個前外長 特別是魏鳳和和秦剛 秦剛聽聞是得到彭麗媛第一夫人 是加持的 是關係很好 很信得過的人 魏鳳和那個位置 是被人感覺到 他是習近平在軍隊裡面 似乎是最信得過的人 因為大家看看魏鳳和 他上台 他上台的時候 是在十二年前上台的 十二年前上台 他上台的時候 是他在2012年 魏鳳和習近平一上台 他十一月十五日 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 但是他一個星期之後 習近平這個新老闆 立刻就在2012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 匆匆忙忙在北京 軍委大樓主持一場 軍銜授予儀儀式 只有一個人 就是受魏鳳和 晉升他是上將 十四年前 老閘 一登大堡 第一個就是受魏鳳和 給魏鳳和 結果魏鳳和 後來就升了國防部長 但是就剛才我說 去年三月開始就射任 這個就 明明大家感覺到 他是 為什麼一個人受魏鳳 就是看得起他 已經擺明 你是習家軍裡面 軍隊裡面最好的 同志 最信得過 但是現在 就說他們違法違紀 李尚福 就是 剛才你也是審查 現在外邊就說 為什麼兩個 防長 先後 過去 習近平 那十幾年裡面 看著他們 也是親自欽點 李尚福 也是親自欽點的 真是信得過的 都一起落馬 再加上火箭軍的司令 魏鳳和 其實也是火箭軍的第一任司令 到最近 就是去年開始 火箭軍的司令 也是呂玉超 也是一窩端 甚至連火箭軍的前司令 以至其他的高層 都是一窩端 就是給習近平 全部掃到地底 火箭軍的軍事機密 是出現了在美國 美國的一個重要的軍情的刊物上面 全部披露出來 我都在網上介紹過 是很具細無謂 是哪些發射點 裡面有幾多條軍犬 哪些是負責人 全部列出來 很明顯一定是得到火箭軍裡面的高層 將這些資料 全部交給美國 美國才可以 還要在美國的海脈上面 將他們的中文名都印出來 不用你翻譯 他掌握了中文名 即是說是有內鬼 現在習近平 火箭軍全軍覆沒了 上層 加上兩個防長 即是死火 要搞軍法審訊 說就說他違反政治紀律 但是現在有很明顯的傳聞 就說可能有人想搞軍隊政變 懷疑兩個防長涉及想推翻習近平 這個就是一件很嚴重的 這個也是一些傳聞來的 但是你看看 他們說他受賄行賄 說他們違反政治紀律 不履行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責任 對抗組織審查 嚴重違反組織紀律 違規為自己和他人謀取人士利益 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 收受巨額的錢款 涉嫌受賄 又謀取不正當利益 送錢給人 即是行賄 李尚福 他不單是受賄 他還行賄 行賄誰呢 更加懷疑 軍委裡面的高層 習近平之下的張又俠 可能下一個就輪到張又俠 那麼多高層 都是習近平的眼中釘 或者看來跟習近平是不合適的 是有兩個原因 可能對於工台這班高層 跟習近平剛剛事件相反 第二 可能有人想謀反 所以他們現在就把那個罪 按照貪腐的方式去處理 以淡化他們對抗習近平 免得被人感覺到習近平 好像有人想謀反 這個就是 表面上是貪腐 是什麼 違反紀律 實際上可能是 有高層想謀反 習近平 覺得不妥 就是祭旗 再加上秦剛 Lily 為什麼這次 大家都是中央委員 為什麼秦剛一直都沒有聲氣 去年6月25日之後 到現在我們的節目 播出的時候都過了6月25日 足足一年 零幾個月了 秦剛去了哪 現在有很多傳聞說 秦剛可能已經死了 是在天津死的 是在嚴刑之下 是被整死了 甚至是打毒針打死了 也是傳聞來的 但是如果不是 為什麼你們兩個 二十大代表之駕 這些全部都出來了 為什麼秦剛漏了他呢 在三眾傳媒上面 是不是秦剛 會有水落石出 秦剛會不會到時 突然站起來呢 我想機會都很小 如果 如果習近平想向全世界證實 秦剛沒有死 一早他都會找秦剛的一個鏡頭 背影什麼都好 讓人知道他還沒死的 現在一年了 他消失了 一年零三日 6月25日到今天 我們播出了整天 是不是28日 是啊 年多了 秦剛不單止 足影全無 連這次重要的宣佈 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 都不講秦剛的宣佈 他生是死 看來都是死了 死了之後就不會再追究很多東西了 所以 唉 唉 習近平 但是 如果他真的死了 至少有一個交代 他又不交代 這一天 我想三中重會 會說他可能因病逝世之類的方式 有可能 因為很奇特的 你兩個前防長 前防長都說落馬都是貪腐 要接受軍法審訊 但是秦剛當然他不是軍隊了 會不會他都涉及了 有高層謀反 他知情不報呢 或者被外國雙面間諜 陳剛被懷疑做雙面間諜 有很多地方 特別現在傳聞 火箭軍的資料外洩給美國 陳剛是知情的 傳聞 但是他是知情不報啊 對習近平 習近平氣得震 他桌面都拍爛了幾張 就是我講的 我估計而已 肯定是 所以陳剛是 習近平氣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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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了機會你 我親自送上你做外長這個重要職位 你居然吃碗底反碗面 這個是我講的 所以 審訊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太重手 就把陳剛弄死了 相信 有人是重手 也都可能有人 弄死他 讓他不要爆那麼多陰毒 因為他不死的話 越爆越多陰毒的時候 更加多人 坐不住 甚至也都落馬了 不如 死人才可以保守到秘密 審那些人都知道 弄死了你之後 你不會株連到其他人 那就是說 完全有可能 新有死 新有死的人 就會覺得安全 完全有可能 因為如果他怕連累到 他肯定會下手 下手有很多方法 你看一下這個外長 都可以這樣神秘地失蹤在地球上消失 那些平民百姓就更加不用說了 真的消失 當一個數字都沒有 真的很多平民百姓都是不斷消失的 平民百姓消失又是另一個故事來的 那些活摘器官來的 分分鐘是 是啊 那個就是美國通過保護法輪功的法案 就是說 是啊 就是說 活摘器官已經變成了美國 國會重點關注 不是說保護法輪功 是對於中共活摘器官 已經變成了法輪功是最大的受害群體 但是包括法輪功 活摘器官的受害人 是不限於法輪功 你看一下胡星宇 你看一下幾年前 武漢突然間有一幫大學生 消失到今天 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是二十多歲的那些大學生 有些可能二十歲都還沒到 在武漢 喂 又是中共那些監控系統 哇 沒有一串 沒有一串 他放過的 啊 為什麼這些人口失蹤 可以這樣 哇 又說大數據很厲害 又說你那些人連識別技術很厲害 為什麼這些這樣的 正直 啊 青春 風華正茂的那些學生歌 紮紮跳的 會在你的眼皮底下消失 那就是說 很多都是有組織有系統地去捉這些人 因為在大陸系統所有學生的身體的血型的資料 中共掌握了 是啊 是啊 他們裝的那些所謂的監控系統 完全就是去捉人的 捉人抗的 它不是說保護人抗糾菜 它不是這樣 不是說保護那些百姓 它是完全是 它是完全是 誰人抗 可以賺錢 誰人抗適合他的 適合他做手術的活摘的 那他就捉他來了 它完全都是反過來 去害人 去這樣 它不會說去 去裝那些系統 所以中國老百姓呢 它不明白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裝這個天眼呢 裝這麼多呢 一串地方都不會放過的 那些百姓它想不到 這個中共是這麼壞的 是啊 裝那些天眼 完全是為了捉人抗的 是啊 所以 所以這個政權 這個政權是這麼邪惡 我們在自由世界 在開放社會那些人 都不肯去正視 這個邪惡政權那些 累累惡行 反而要靠老外 要靠美國國會那些議員 你看看你中國人都多悲哀 自己十幾億人 你們知道這個政權 每天都在犯罪 每天都說謊 1949年到今天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些以黨代國的 邪惡的領導人 一靠說謊 第二靠暴力去統治你們 將你們當做奴隸 做了75年了 你們居然不反抗 你們居然不覺得 喂 騎在人民頭上的 這些邪惡的 暴君 殘忍的獨裁者 都不想辦法去解決它 於是人民就會被這些 邪惡政權解決了 所以這個美國都認為 已經遲到了25年的這個法律 就是它還要經過參議院 還要總統簽字 這樣才真正成為法律的 不過是兩黨共識來的 過就沒有問題的了 因為法輪功引起的活摘器官的議題 最初以為 每個人都說 是法輪功啊 你給中共針對 而現在發覺不是 是針對包括法輪功 但不閒於法輪功的學員 的活摘的這些犯罪行為 是全中國每一個人亢 都是潛在的受害人 美國的國會員就知道 喂 你中國人都這麼輕易被人活摘器官 那中國的外國人怎麼樣 在外國的 繼續生活的外國人 他照君體也相同 分分鐘你們都會變成潛在的 國際受害者 所以一定要制止 所以才過了這個法案 不是只是保護中國人 你都保護全世界所有人 免於被邪惡勢力去無端端活摘器官 是啊 沒錯 因為自從25年前 第一中開始就應該制止 如果不制止 就擴張到全國 擴張到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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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全中國 如果美國再不制止 如果美國再不制止 就好像阿先生 何生說的 它會擴展到國際上 現在香港都會變成了鮮活器官的新來源地 因為香港和大陸已經簽署了 器官資料交換協議 所以香港人 小心點 你們是被人看中了 只要你血型 和活摘器官的市場 需要吻合的話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成為下一個 在床上 被人活摘器官 接著就是人間蒸發 這就是我們和中共對付他們的異見人士 或者對付一些軍中的異見分子 或者是對習近平有不同看法的人 那些高層的那種殘酷的手法 你都可以看到 既然可以對付軍隊高層這樣做 對付外張學這樣做 對於平民百姓就更加濕濕碎 就是這種邪惡的壓迷 落到每一個百姓的身上 是人人有份機會均等的